今天的訊息是說到處理我們在心裏面對人有偏見 我們很容易會有偏見、對人有標籤和歪曲人 首先我會拍一套短片 這個短片是我在新聞先看到的 新聞裏面講到買了一些狗 其實我絕對不是想讓他對他有不好的看法 而是作為一種提醒 或者馬英九他不會聽廣東話 如果他有一天看到 他會在香港出生 一天看到的時候他會拿到這個訊息的重點 訊息的重點就是很多時候我們會對人有的偏見 自己都不知覺 在這個對話的過程是怎樣呢 這個對話就是這樣的 馬英九當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儀式 他就下車之後 他就沒有理他太太 一下車就自己這樣聲音就走上去 然後他太太就叫他聲音了 不要拍他 他說呢 你可不可以等一等我啊 馬英九立刻就停一停 馬上就說好 但是很明顯他太太很不開心 然後他就說一句說話 你奇怪 真是很奇怪 這句說話在台灣成為一句名句 你找奇怪爺你 因為他普通話 廣東話 就是國語 此乖夜一年 那他就用個爺字 我們廣東話就沒有聽過爺字 那他就在網上你找奇怪 是很多很多人弄圖片 卡通啊 唱歌啊 什麼都有了 已經 還有有一次馬英九去的地方 有人在那個屋裡 掛了一個牌下來 就怕他很奇怪 那我們看到一樣東西就是 在這件事上 他們互相是有傷害的 然後另外一次就是這樣的情況 另外一次就是馬英九被訪問 被訪問的時候 那個人就問他 他說你是一國之尊 那你在家裡面 你是怎樣 他很有趣用的字 你怎樣扮演一個好丈夫 和好男的角色 那馬英九的說話 你聽聽聽 他說什麼呢 他說我們家裡的太太 他不是我太太 他說我家裡的太太 是我們家的董事長 他不是我家裡的反對黨 對我監督之嫌 要求之高 不牙於任何一位民意的代表 雖然我不需要對立法院負責 但對我太太負責就夠了 我想大家想一想 他這兩個對話 到底顯示出 哪一個是受害人 哪一個對哪一個有偏見 那這個時候我們會拍 那現在可以食育了 那這裏不是好啊 那是奇怪的 在外呢 您是一國之君 那回到家裡了 如何扮演一個好丈夫好男人的角色 但我們家太太是我們家的董事長 也是我們家的反對黨 所以說我都對我這個 監督之言要求之高呢 其實絕對不亞於任何一位民意代表 所以我雖然不必對立法院負責 但是對太太負責就夠了 那是奇怪的 那是一國之君 那是一國之君 那回到家裡了 那回到家裡了 那是一國之君 如何扮演一個好 那是一國之君 那是一國之君 那我想問到大家 在這個過程中 那就是她太太首先就說 你真是很奇怪 那就很明顯這句說話 這個誰說的奇怪 是她太太說的 即是她 不是馬英九說的 不是馬英九說的 是她呢 一下車 她就馬上就 就不理她太太 她就走上去了 她太太就叫她 你可以等一等我 那她就轉過來說好 但是呢 很明顯她太太的心裡 就是很不服氣 有沒有搞錯啊 那麼重要的慶典 居然你沒有等我 那她立刻就做一句說話 那句說話就是什麼 你很奇怪 即是她太太說的 她太太說的 但是這句說話 就全台灣 因為她在電視那裡拍了 拍了的時候 在新聞一播 全世界就轟動了 就是台灣轟動 就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反應了 但是她丈夫也都不信息 因為當人家問她 就是她的太太 她怎麼做一個好的丈夫 她怎麼做一個好的丈夫 她怎麼做一個好的丈夫的角色 她問她 其實這個問都問得很奇怪 你家裡怎麼扮演一個好丈夫 很男的角色 是用扮演角色這個問題來問她 她的答案就是 我家裡的太太 是我家裡的董事長 也都是我家裡的反對黨 對我監督之言 要求之高 不駕於任何一位民意的代表 所以我對我太太負責就夠了 那我想問大家 馬英九和她的太太 哪一個是受害人 兩個都是受害人 那可能 這個就是男女的分別 她的太太就很想 馬英九對她有些關心 是吧 那她下車連太太都不記得 那就是說 她對於太太 可能真的很多時候會疏忽 現在她的心裡是有一種怨氣 那怎麼看出那種怨氣呢 就是當她被訪問的時候 問到真是全國的電視 訪問的人說明 你是一國之尊 你在家裡怎麼扮演一個好丈夫的角色 哇 全世界都看著她說話 她居然說到 我太太就是董事長 是我家裡的反對黨 對我監督之嫌 要求之高 不駕於任何一位民意的代表 當她說的時候 她有沒有想到 她太太會看到的時候的感覺 可能她沒有想到這件事 可能她的心裡有很多不開心 她就將這種不開心的宣誓出來 但是她太太看到的時候 我想問你 她太太作為一個總統夫人 開不開心 不開心 是絕對不開心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全世界都知道她對她的丈夫太嚴了 對她的丈夫太嚴了 對她的丈夫太嚴的時候 變成她自己就覺得 哇 可能那些人見到她 在街上 或者在那裡見到她 可能那些人都說話 都是說她不好 那太太的心裡 是積了很多怨恨 所以當馬英九上樓梯的時候 她就馬上說 你很奇怪 這句說話 這句說話 一方面 又影響馬英九 而一方面 又影響她自己 即是她兩國都影響 我們看到一樣 是什麼呢 人與人之間 很容易有偏見 你有沒有覺得 如果你是馬英九或者她太太 在這個漩渦裡面的時候 你會不會都會受對方的影響呢 譬如有很多的家人 或者有時候家裡的丈夫太太 我告訴大家 我都曾經輔導過不同的丈夫和太太 在輔導的過程 就發覺原來她兩個都一樣 是會說一些這樣的說話 心裏面有些對對方的怨恨 不喜歡的地方 就會很容易就說出來 說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不知道會刺傷了對方 大家都不知道會刺傷了對方 說的時候 就是一種傷害 對對方的傷害 好像有一根刺 很多時候 年輕人也會對父母 雖然父母對我們有很多好的地方 年輕人也會對父母有種怨恨 在不知不覺之間 譬如見到父母見到她的時候 她的一個眼神 那眼神怎麼樣呢 當她回家的時候 她爸爸可能一見到她 她就立刻的頭就走進房間 她說爸爸 她說爸爸 她就立刻進去 或者吃飯的時候 拿筷子 這樣吃 就看著電視 在那裡吃 爸爸媽媽坐在那裡 完全沒有感覺 這些呢 其實完全描露出她心裏面 有很多開心 很多偏見 是影響著她 是影響著這個人 那我想說的訊息 我就不是說只是某一個人 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的 譬如說例子 中國人很喜歡叫黑人做黑鬼 他們有時候說 他們不單止是黑鬼 白鬼也是 那些鬼 都不是人 有時候有些人會這樣說 黑鬼當然是這樣的 黑鬼又打人 又欺人 又搶東西 就會將一些不好的 堆在黑人身上 所以當我見到那些黑人 有些黑人很好 有時候我覺得很出奇 為什麼 人人都說黑鬼 當然是說他不好 原來黑人中 也是有好人的 但是我們人好 不會將一些不好的 堆在一個人身上 會有一種的雕籤 這個是黑人來的 或者有時候 有些人會這樣 有些人會說 這個小孩 他有梁山 沒有人教 這個說話 其實是一個很強烈的標籤 就是說這個小孩 他有梁山 不過沒有人教 所以就經常都是這麼頑皮 於是對這個小孩 就有一種很強烈的偏見 是不是 就算看電影都會 大家 如果你看過黃飛鴻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黃飛鴻 應該有看過黃飛鴻 黃飛鴻旁邊有個什麼 家人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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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賊蘇 但我想說是牙刷蘇 因為奸人堅很明顯 他們真的 是 在戲裏面真的奸 但是牙刷蘇是不是奸 不是奸 不過牙刷蘇 就傻傻的 常常 想要人這樣 當然做些什麼 都是傻傻的 但是 黃飛鴻 是不是都要罵他 就是什麼小事 他說的話 他又罵他 又打他 當他看這件事的時候 那些人看戲 看到牙刷蘇 每個人都很有趣 黃飛鴻有罵他 多傻 就是會這樣的看法 好了 我想問大家 如果你真的 當然要做戲 如果你真的是牙刷蘇 經常都被人說 你真是沒用 你真是笨 不要說聲 不要說聲 這樣的時候 你猜牙刷蘇會怎麼想 很傷心 很不開心 很傷心 而我們自己有時候 都會同樣做在人身上 有些研究 他說 當我們認識一個人 在三秒鐘之內 就是你從來沒見到一個人 在三秒鐘 見到一個人的三秒鐘 我們已經有一個判斷 有什麼判斷呢 例如說 我那麼胖 那麼瘦 那麼矮 那麼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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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問大家 在這裡莊中有沒有人 在你見到人的時候 你心中完全沒有這些聲音出來 就是你看到 每人都是一樣 那麼好 對他一樣 那麼有愛心 在教堂 可能大家會好一點 因為在教堂 多少人都會歡迎他回來 但是在學校 有時見到一個同學 這個同學 是這樣的 如果他穿了一種 衣服那麼瘦 或者他為什麼 那些行為會這樣 我們就會很容易 一種判斷 判斷之後 就會將所有不好的東西 堆在他身上 見到他又做了 又不好的事情 我們又說 是的 他是這樣的 會將一些不好的東西堆在他身上 原來我們每一個人都一樣 犯了這樣的罪 我想大家聽到的 就是不只是某些人 不只是黃飛鴻 才是去罵拿賊素 是我們每一個人 有時候有些人很有趣 他弟弟妹 有時候有些不太出聲 有些弟妹很兇死的 他不敢罵他的 但是有些弟妹 就是臨臨善善 又很蠢 他就很喜歡罵他 看你了 當然做不到你的數 哪有認識啊 你做不到的 是不是很容易會這樣說 也有時候會這樣 丈夫和太太都是這樣的 在我輔導 丈夫和太太的時候 發覺對話 經常都會有這樣的對話 我說 譬如我跟丈夫說一下 你試試這樣做 我跟太太說怎麼做 其中一方就會 有這樣的表情 是的 他便得 就是眼神 另一另一 或者有時候 你說一些好的說話 欣賞對方 他便說 我丈夫怎麼好 不過呢 不過他 經常都不顧家 經常都不理我 經常都不關心我 他講兩講 他當然要把一個不過彈出來 原來在我心裡 就是有一種很容易有怨恨 同樣在華英九和太太的心中 亦都是有這種怨恨 是吧 就是太太便怨她丈夫不理她 她丈夫便怨她的太太惡 這種憤怒不化解 但是呢 到死的人都是有怨恨 是吧 到死的人呢 她想起她太太 或者想起她丈夫 都是會同樣的反應 同樣我們都是 如果我們不改變 到死的人都一樣 但是如果我們能夠知覺自己 原來我們對某些人有這樣的看笑 對某些人有這樣的嫌棄 或者是標籤 標籤就是怎樣呢 給她一個名字 譬如 那些傻的 瘋的 這些 不用理她的這些人 就是很囂張的 這些是一種標籤 即是說她呢 將這個人標籤成為一個某一類的人 當我們標籤了某個人的時候 譬如就算少數都會的 有時候就會覺得 這些是好組員 但是有些人的心都會說 這些是沒有什麼合作性的組員 心裏面就有個標籤 對於她有一種排斥感 有一種不喜歡的感覺 所以當這個不好的組員 又遲到了 你的心又遲到了 又什麼了 又什麼了 就會有這種堆在一起的感覺 那我們就會說 那個人真的不好 他真的有不好 那她真的不好 那當然是不好 那當然是她心裡 就是不喜歡她 那不喜歡她 那這個很自然反應 同樣 我用回馬英九 馬英九 她心中也有 覺得她太太不好 太太不好 於是她就有這種說話 這種怨言 她太太覺得不好 於是有這種怨言 所以你任何一個 如果訪問馬英九太太 她有的 真的整堆東西都堆出來 嘩 真是說不完 真的可以 那時候 一看到她裡面 有一種怨恨 這個怨恨 不化解的時候 這個人就不改變 同樣我們都需要化解 即是我們看到原來 我們裡面 一樣會有這種情況 因為對方是有些不好 問題就是 對方不好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以牙還牙 即是說她對我們不好 好了 於是 我們用回那種藐視對她 於是就影響我們了 我想問大家 你現在這一陣子想不想 在你的家裡 在你的同學 在你的小組 在你周圍的人的相處裡面 在這裡有哪個人 在你的心目中 是完全沒有一個人 你有稍為的 那麼多的藐視她的 有沒有一個人 你的心裡 沒有任何一種的排斥 在你的心裡 沒有一種的標籤 即是這個人真的有些不好的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人 是完全 嘩 心很豁達的 任何一個人 都是這麼好的 看得這麼重要的 這麼歡喜他的 這麼欣賞他的 有沒有一個人 是完全沒有這種標籤的情況的 完全沒有 有沒有人是完全沒有的 我以為人都有這個 通常都是那個人對我們不好 然後我們會對他不好 我們看聖經 也看到有這種情況 原來聖經裡面 門徒一樣有標籤 不只是法律出人標籤 法律出人有標籤 門徒一樣有標籤 我們看看聖經 在《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節 開始 至到五十六節 開始 至到五十六節 如果你找不及 你可以聽我讀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節 開始 如果你跟到的 你可以跟我讀 《路加福音》九章五十二節 連打法師者 在他前頭走 他會到了薩瑪利亞的一個村莊 要為他與你 那裡的人不拯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門徒瓦角 日漢漢天要就說主下 你要我們吩咐火從天上降下來 消滅他們 像以利亞所造的媽 耶穌主身則被兩個門徒說 你們的心如何 你們並不知道 人此來 不是要滅人的聖命 是要救人的聖命 說著 就枉滅的村莊去耀 這次去薩瑪利的地方 和上一次是有點不同 上一次耶穌去到 看到薩瑪利婦人就很好 那些人還留著耶穌 但這一次 他們就不是那麼好 他們就有沒有接待耶穌 他們沒有接待耶穌 那無接待耶穌的時候 即使那些薩瑪利人好不好 他們是不好 他們是有問題的 但是那些門徒 那些門徒馬上就有什麼呢 心中有刁籤 說這班人這麼衰 這樣對耶穌 立刻要懲罰他們 耶穌你吩咐那些火來燒死他們 所以他們全部的人都燒光 他們心中就有一種報復 心中有一種怨恨 因為他做的錯事 於是他心中有怨恨 但是耶穌就責備他們 他說你們的心怎樣 你們並不知道 他們的心裡面有什麼呢 勞氣 勞氣 要報復 要懲罰他 受恨 受恨 你們並不知道 人就不知道內心有這種仇恨 耶穌就說 人子來不是要滅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這裏很特別的 就是耶穌來 其實那些人都不接受他 但是耶穌有沒有怨恨 對 他們真的要立即下地獄才對 立即懲罰他們 耶穌並不是這樣做 耶穌反而立即會憐憫他們 並指出門徒那種心中對他們的藐視 原來其實門徒都跟他們一樣 都是人 我們都會有這些罪的性情 是 所以我們回家後 我們發覺有哪個人呢 你發覺你和他 總是他心中有些妓怨 有 那我們就要處理了 需要處理了 下一個經文 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節 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節開始 如果你找到的 你一起跟我讀 馬太福音二十世 耶穌說 你們不知道所求之事是什bish 我 English demons 他ends 有所我喝的多意思 你們必要看 此事助在我們左右 不是我可以辭職 乃是我負為誰予備利 就是克遂 哪十個不同的經驗 就道路貪門 敵興義人 這裡我們又看到什麼情緒 怒怒 怒怒 首先就是西里泰的媽媽 她媽媽又有什麼意念呢 心中 耶穌照應她兩個兒子 對 要耶穌照應她兩個兒子 這兩個兒子可不可以坐在她的右邊和左邊 這裡看得到她媽媽的心是什麼心 愛兒子 愛兒子 不過愛得來是怎樣呢 太厲害 我們愛就不會愛得太厲害 而她愛得來是有一種偏心 思心 思心 沒有一種在神那種廣闊的心 知思 沒有看到其他門徒 只是看到她那兩個兒子 並且有一種特別高舉的兩個兒子 有點像舊約哪一個人呢 舊約哪一個人呢 特別高舉某一個兒子 這個其實很不自衛 同樣西里泰的媽媽也是很不自衛地做 首先她自己會這樣做 她兩個兒子有沒有什麼反應呢 其實她應該知道她媽媽去求耶穌 第一 如果她一早知道 她應該快點叫她不要去 千萬不要去求有這樣的事 或者當她一開口說的時候 聽到不對勁 快點反應快點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她有些問題 但她當時來說 可能她兩個自己都可能有這種心 可能有這種心 可能她叫她媽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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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是她也不認 這個我們完全不知道 但總之呢 在她心中總是有一些不好的事 是吧 有一種的驕眸在裡面 好了 接著耶穌就回答她 她說我所喝的杯 即我受的苦 你能不能夠喝 她說我能夠 但耶穌問完之後 她說我所喝的杯 你都要喝 不過呢 坐在我右左右 不是我可以似的 那你我父為誰與己 就似給誰 哇 讓我們看到她用什麼呢 原來坐在父的左右 是很特別的 很尊貴的 不是說 耶穌說誰坐就誰坐 是天父說誰坐就誰坐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個位置很特別 哇 在天上很近天父 真的很特別 那你想不想坐得更近天父 想啊 你想啊 其實聖經也有說到 當我們越親近神的時候 神越親近我們 是吧 我曾經說了一篇 說到關於江南多前宣 十六章 對不起 說到復活的時候 是說到就是 我們復活的時候的身是怎樣呢 有天 日有日的榮光 月有月的榮光 星有星的榮光 這顆星的榮光 和那顆星的榮光不同 我們復活的時候都是一樣 即是說到我們將來復活的時候 是有不同的榮光的 那麼 那麼 而我在 這個 這個 《衝活及記》三十三章 就說到 摩西求見神的榮耀的時候 神就怎樣回答呢 他說 我將我的恩詞在面前經過 原來神的榮耀 就是祂的恩詞 在天上 越是有榮光的人 就越有神的恩詞 神的愛 神的同在 即是我們今生 越是愛神 親近神 信靠神 尊重神的時候 將來天上的時候 越有神的榮光 越跟祂接近 所以如果我們渴望 跟神在一起 我們就應該怎樣 越多今天親近祂 真是體重祂 做神 喜悅的事 將生命移給耶穌 神就很歡喜了 好了 我們現在的重點 就是看這件事 是看十個門徒 十個門徒 怎麼反應 就很生氣 就很生氣 首先 他們的媽媽是不對的 西秘泰兒子的媽媽是不對的 但他不對之後 跟著門徒就怎樣反應 心就生氣 這就是人的自然反應 就是當見到人做得不好的時候 他說 他想搏 有功勞 想搏 坐在耶穌的旁邊 他心裡面一直 幾固固 幾固固 其實原來兩方面都是錯的 兩方面都有問題 西悅泰兩個兒子有問題 他的媽媽有問題 而其他回徒也都有問題 看得到 原來人與人之間 就是常常有這種問題產生 有些問題產生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會幾固固 在我們心裡面有沒有 有時候被老師罰 心就幾固固 就生氣了這個老師 或者 爸爸媽媽罵我們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幾固固 就生氣了 或者在社會上 有些人對我們不好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生氣了 也都是一種反彈 原來人對我們不好 我們又對他不好 也都是一種罪 原來人都是罪人 所以當我們知道的時候 你們不要手指指在旁邊那個人 非指指自己好不好 指指自己 原來我都是這樣的人 我都是 我都是有心中 都有一些幾固固的 是不是 需要耶穌釋放出來 有沒有這裏 有沒有這裏 有沒有人 是從來沒有幾固固的 心中 真的很平安 很興奮 完全是愛的 我們總是有一些 的幾固固 需要神去赦免 好了 接著我們看第三個經文 馬太福音九章十節開始 也看到耶穌是怎樣的 馬太福音九章十節開始 也看到耶穌是怎樣的 馬太福音九章十節開始 在這裏我們看到耶穌很練習的那些稅 以及罪人 罪人 指指指那些人 他們在某方面犯了律法 在法律錯人 在律法來說 他們就判這些人是罪人 他就發覺耶穌和這些罪人 和瑟利一起吃飯 如果一個有憐憫心的人 就說 哇耶穌真是好 耶穌真是幫助這些罪人 我們幫都幫不了 但是耶穌竟然幫到他們 在歷史上也有這些人物 其中一個就是 約翰衛斯里在英國 他在全英國 成為報道 向很多很多的煤礦工人 妓女 很多犯罪的人 去不斷傳導 並且組織很多小組 這個就是 衛斯里他起初做的工作 是非常好的 就是這個 現在我們稱他為 衛里工會 Mathodist 全如衛里 都是由他開始 帶來一個很大的復興 他就做這些很多的工作 那他後來這些工作 也是有很多中派 持續去做的 就是專門向這些犯罪的人 妓女 在困苦中的人 吸毒的人 向他們傳呼音 其實是很大的憐憫 因為這些人就好了 真是很需要人幫助的 希望我們都會有這種 憐恕的心 在香港有個叫做 潘小姐 Jacky Borlander 就是英國來的 她就專門去幫窮人 她就做一個窮人來到香港 居住在貧窮的地方 向那些貧窮的人 全福音真是很有愛心 就是耶穌去感動他們 她就覺得聖經是講到 要將這個福音傳給貧窮的人 希望我們不要只傳給有錢的人 有時候教會 就多些人穿衣都是整齊的 有個窮的人進來穿衣不整齊 那些人就會看著他 穿這樣的衣服進來教堂 坐下來立即避開 避開 快點起來 因為他的衣服那麼髒 或者他的衣服很臭 有時候人就很難接受 但是人呢 我們真的需要 以耶穌的改變 曾經一個人這樣見證 他說有一個黑衣進了教堂 那些人每個人都用一個很歧視的眼光 看著他 因為黑衣又髒又臭 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所以很多時候做這類的工作 那些教會是特別做到這類的工作 就比較容易一些 因為其他人是變得很難去適應 但是這個也應該人要學的 譬如我們知道廟街那間的 三叔那個教堂 就做很多這些 在廟街那裡 招立很多不同的犯罪的人 很多髒的人 那些人就是神給他這種託 那黑衣就坐在那裡 即是沒有人去採他 但是有一個人呢 他走過來跟他說 他說兄弟 然後他就跟他說 我沒有什麼特別幫到你的地方 那這個黑衣跟他說的人 他說你已經幫了我 他說當你說兄弟的時候 已經是對我一個很大的接納 原來我們能夠對一個人 別人沒有人接納的人 能夠去接納的時候 是一個很大的連輪 耶穌有這個心的單 法利錯人見到的時候 他心裡面怎麼看 法利錯人有沒有搞錯 耶穌和這樣的罪人 這些罪人是 所以那些法利錯人 對他們有很強烈的標籤 這幫人是不要得的 這幫人是落地獄的 是沒有辦法有希望的 但誰不知 原來去不了天堂 那些是法利錯人 因為他們有這種標籤 我們的心 有沒有擔心我們心中有些標籤 有一種對人的不搖樹 標籤是不是不搖樹 是的 因為他心裡面不喜歡他 不接納他 耶穌說到 你不要樹人的過範 天堂也不要樹我們的過範 好了 繼續看下去 他說 為什麼你們的先生 和瑞利和罪人一起吃飯 由耶穌聽見 就說 康念的人用不著醫生 有病的人用得著 你看到 你發現耶穌回答他 並沒有去攻擊他們 耶穌只是說真理去答 耶穌回答他 不是傳作憤怒 不是那些人 什麼都不明白 真理都不明白 耶穌沒有一種傳作憤怒 你發現耶穌 聖經後說有疑怒 指責法利錯人有疑怒 但你發現他不是 好像罵人的時候 有些人罵子女是怎樣 是把怒氣 全部打到他身上 因為他心中有一種怒氣 有時我們都會 在回答人的說話 將我們的怒氣 答出來 譬如馬英九和他太太 兩個都積傳一些怒氣 在說話的時候 就積傳出來 就發出來了 而耶穌我們看到 他並沒有發出怒氣 只是一個憐憫的心 說出的是 康念的人不用醫生 有病的人才需要 經常為喜愛連須 不喜愛祭祀 這句話 你們去想想 神是喜愛連須 喜愛我們去連須人 你看到聖經裡面說 神是一個連須的神 我來不是照義人 但是照罪人 耶穌是很特別的 全世界是沒有一個人好像耶穌 耶穌的特色是什麼 大家看看 就是人對他不好 人對他不好的時候 他正常反應就是發怒 人對他不好 人對他不好 但是耶穌不是 耶穌用柔和的心 當他用柔和的心 他將自己的生命獻上的時候 那些人是否繼續對他好 不是 是繼續傷害他 以至於死 但是當耶穌被人判死刑的時候 耶穌有沒有反咬 他一直到最後 他都是完全甘心樂意的 將自己的生命獻上給他 耶穌這種無條件愛 是全世界都沒有的 即是他被迫害的時候 他並沒有即傳一種憤怒 或者是偏見 你看耶穌的說話 你看到他不是傳一種偏見 而在心裡面是始終一種憐憫 即是說他被拒絕 他仍然用愛 所以有人這樣形容 耶穌的回應 不是因為人的好 耶穌的回應是因為 神的聖情就是這麼憐憫 即是耶穌的回應就是 他的聖情就是充滿愛 充滿憐憫 我們感謝神 創造天地萬物的神 我們是沒有選擇的 神是怎麼樣 我們沒有選擇 這個神 剛剛 我們用人的說話說 剛剛 這個神出現 就是一個 很有憐憫的神 如果神 稍微小的那麼多憐憫 如果神好像我們這樣 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很淒涼 我們會很感謝神 神就不是一個 積存憤怒的神 大家看看很多不同的宗教 你看到那些宗教裡面 都很多憤怒 很多那些什麼 十八層地的 那些積存的憤怒 但我們看到神有 有聖結的公義路 但是 神也有很大的憐憫 就是當他被迫害的時候 神用他的聖情 就是他的憐憫來回應 這個是神很特別的地方 所以我們怎樣 給神去改變 就是真的有這種的心 所以下一次 有人對我們說一句話的時候 你留意一下 有人對你說一句話 譬如說 什麼執意這麼慢啊 什麼做得不好啊 那我們馬上就 你有沒有搞錯啊 我做事 你還一直走 就是他心裡 馬上有種憤怒 即傳出來 那我們就說 神啊 我們接受人是罪人 我們求神幫助我去原諒人 不要因為人的緣故 而用憤怒的回應 但是很難的 是吧 當人家對我們不好的時候 是非常非常難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習慣 怎樣呢 一天讚你神 祝福人啊 時時親近神 見到人就祝福 現在你可不可以看看周圍的人 真心祝福他一下 祝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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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抗 但問題是我們需要多久處理 三分鐘 你是幾秒鐘 還是一輩子 但有些人一輩子 家人罵過他之後 以後他心裏就很不屈 很不開心 所以我提醒大家 我們人人都有罪 我們個個人都有罪 我們個個都有罪的意念 我們有生氣人 不原諒人 污蔚的意念 問題是我們多快處理 還有你有沒有容許這個感覺繼續 今天你對家人 自己數一數 我們的父母 兄弟姊妹 我的鄰居 我的親戚 有沒有哪個心裏有一種怨恨存在 因為聖經說到 我們不遙恕人的過範 天日也不遙恕我們的過範 很淒涼的後果 所以我們天神幫助我 真的去遙恕 所以我們首先就是 醒察我們內心 我們內心 有沒有一些 這樣的偏見 標籤 歪曲 我們會歪曲 為什麼呢 我講例子 現在 有一個人曾經罵過我們一次 是 以後他講了什麼呢 我們就覺得他背後正在罵我們 譬如他讚你 你這次考得很好 我心裡就 你只是說我上次考得不好 我們心裡就會有這種怨憤 譬如太太也有時候會這樣 那個丈夫不陪她 她說 她不陪我 經常都不陪我 又很喜歡她 不看著她 她呢 又不陪我 經常都用她 好了 當那個丈夫陪她的時候 對 她現在就懂得陪她 陪我 不過呢 又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下次才陪我 就是會說 以前呢 又不會陪我 很多時候呢 就是人家做好或者不好的時候 都會心中 做得好都會找一些不好的東西 說出來 我們有沒有試過這樣 人家對我們好的時候 就在想 都不知道她有什麼動機 為什麼會這樣對我們不好 原來人的心呢 真的有些蟲走出來 那些心呢 不是一些香氣走出來 鴨蟲 只是一些臭蟲 出賣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們人心被萬物都鬼詐 壞到極寸 所以我們不要說是人家 不要說是人家壞到極寸 是說我們自己 我們要省拆我們的內心 下一次人家對我們怎樣 還有 有時不是人家對我們不好 有時是人家明明好 有些人請人吃東西 心裡面就說 是的 你又聰明 請人吃東西 我又沒有請人吃東西 心就不抵達她 為什麼這麼多人喜歡她 個個都喜歡她 她做什麼人都喜歡的 有沒有有些人 很討人歡喜呢 心都見到又很狂的感覺 有沒有這種情況 不是一定人家壞才不狂的 人家好都不狂的 每個人稱讚那個人 你真是做得好 我做得好又看不到 我們又會這樣 原來我們的心真的很多蟲 很多蟲出來 對吧 所以我們第一 就是求神聖殘我們的內心 我們今天去求神聖殘我們的內心 然後我們怎樣改變呢 就是多些去想耶穌那種憐 你想一下耶穌 有很多經文講到耶穌的憐 我講一些例子 有一個十二年血流的婦人摸耶穌的時候 然後他犯了律法 耶穌沒有罵他 我搞錯了 你摸我又摸了 那麼多人 你全部不必正 耶穌不是 耶穌說什麼 耶穌說女兒放心 你的信救了你 你聽這句說話 是否溫柔 溫柔 溫柔 你講得很對 很溫柔 他會說女兒 其實這個女人犯了律法 但耶穌的心裡盡到是愛 他就說女兒 放心 因為他知道他不放心 譬如我們有時候不開心 有個人知道 我知道你不開心 心裡有沒有覺得舒服 因為有人認同感受到我們感受 耶穌會這樣說 他就說放心 他知道他不開心 他就說放心 你的信救要來 因為你的信心 你是得救的 你得到醫治 你有得謝 你看到耶穌那種憐憫的心 當彼得 主下離開我 因為我是一個罪人 因為他見到耶穌 哇 叫他們散網 哇 立即捉到那麼多魚 他就知道耶穌不是普通人 他是神派來的 他就苦苦在這裏 耶穌你離開我 我不能不能 但耶穌說什麼 從今以後 你要得人 不用怕 耶穌跟他說你不用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而得然 耶穌完全是安慰 在他心裡盡都是祝福 我們越想耶穌那些經文 就是你越想 越想 越想 真的好 譬如師兄說到 古人耶穌忘記 他吃賴的鷹鞋 不言須他所生命 就是你經常想著 神現在就在想著我 他經常在想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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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經常在愛著我 你無論有什麼發生 你都說耶穌這一陣子 在想著我 這樣的時候 我們的心就有平安 你越是這麼想耶穌 你就越是心平安 我告訴你我 我怎麼想耶穌 我真的經常在想耶穌 我見到什麼都說 哇 花草樹木真是漂亮 神真是做得很漂亮 很漂亮的 那些樹枝很幼 那些風吹也不斷 它放進去很漂亮的 那些樹 你看到那些樹 風吹的時候 真的很漂亮 很舒服的 而且神祖的風 又不止風扇的風 很舒服的 是不是 很舒服的 神祖的海浪聲 又很漂亮的 鳥仔又很唱歌 唱得很漂亮的 我沒有聽到那些鳥仔聲 我是很喜歡的 她說 我有時 我和Shirley一起走的時候 我們都看著那些鳥仔 她的鳥仔又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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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她說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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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纯粹点发你声音 不过无论如何他都是很开心的 看到他是很开心的 我说神创造的小鳥 都是很开心的 都是很突然的 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经常都会说神真的很美善 神所创造的都是很美善 神所做的东西是否很好吃 你会不会说神做的东西真的很好吃 就感谢神 我从早到晚 无论我半夜三一醒了 我都会想你多谢耶稣 多谢耶稣 一期后赞你神的心也很舒服 整个人也很舒服 你女人多谢耶稣 我经常都在这种状态 我希望大家都是这样 这样的时候你的心就平安 你就时时会祝福人 你时时会祝福人 你碰到信都是祝福的 尽到是 真的尽到是祝福 我在这里分享一下 我刚刚两个人跟我沟通 我今早忽然收到几个短信 这几个短信你猜猜他说什么呢 他就说到这个人 他去到 刚刚前一阵去到乌溪山 最后他见到我 他见到我 他就认得我 他觉得我是牧师 然后他就在那想 他又没有想清楚 然后他就上我去找 他就见到我 然后他说差不多我的所有广道都看过了 这一刻他就传信息给我 然后他就跟我说 怎样可以帮助他 他很想我能够帮助他的灵命 然后他又传信 他又说他下个礼拜 他会怎样跟他的女朋友一起 去参加我的聚会 我说我都可以留下跟你谈谈 他很好 我很想 这个就是一个人 就是神就透过这个机会 当我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我心就感谢神 神又吸引他 我又感谢神 神又使用我 就是说我们的心有怜悯的心 时事都会有人得到帮助 你想不想是这样 无论去到哪里都是祝福人 这样的时候就不是怨恨 用祝福化解一切的怨恨 不要有任何的怨恨留在我们心里面 当我们有怨恨的时候 做错真的有怨恨 我们就请我们原谅 真的说一句话 凡是任何一句话 很多时候我辅导夫妻 就会见到很多这种说话 这种说话我们要道歉 有时候我们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没有留意 我们下周尝试一下 去用一些情景 今天会有一些练习辅导 试试去帮助大家留意到 我们有时候说话 也有时候会刺人 当我们有时候无意中 有时候 一个眼神 一句说话刺人的时候 例如我这些先 这个是我观察到的 当有一个人在今早 我不说哪个人 全部都不说 但是你们知道哪个 就心照得了 已经知道了 有一个人帮他祈祷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说一句说话 就是那句说话 其实是一种很自然的反应 就是说 不知道是有些 怪怪的奇怪的那句说话 那句说话 那个祈祷人听到 我一听的时候 我已经立刻说 咦 那个祈祷人听到 就会觉得很不舒服 哎呀原来我祈祷 这么怪怪的 我知道这种东西 如果有讲的人 就应该向那个听的人道歉 而听的人 又不要那么介意 两方面都是这样 一个就说 我请你原谅我 我刚才说一句说话 而另一个人就说 不要紧要不要紧要 就是人都会冲口而出的 但是我想说一件事 就是我们人会冲口而出 对不对 是 我们有试过冲口而出吗 我冲过很多次了 就一言寄出四百难追 真的冲了出来之后 伤害人很多是吧 我们求主恩代联敏我们 祝福我们 化解我们深入一切的怨恨 在这一阵 我想要请大家 真的省察内心 我们内心里面 我们省察我们有 哪个人得罪过的 曾经有一个人 这样作见证 他说他曾经 他死过去天堂 又回落来 他说他在天堂的时候 他怎么什么情景呢 这个人是信耶稣的 他曾经对某个人 说一些伤害的说话 在天堂的时候 神就让他看回那些情景 看回他说什么说话 但在天堂有不同的 当他听完这些说话的时候 他就感受到 那个被他伤害的人 他内心的伤害 他会感受到这个人被他伤害 被他伤害的那种感受 希望我们今天会感受到 原来有时候 我们弹了他这样的说话出来 伤害人的时候 那个人会很不开心的 我们就求主射灭我们 真是说神把我里面的蟲裹出来 快点洗干净他 射灭我所有的罪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感谢耶稣 我们感谢耶稣 射灭我们 感谢耶稣 这么原谅我们 我们一起起身 我们向神去悔改他认罪 我们多谢耶稣 原谅我们 我们多谢耶稣 他虽然被人拒绝 他无恨人 对不对 他完全的赦免 他完全的折留 我们一起自己去祷告 向神去祷告 求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向神赦免我们的罪 我们曾经得罪过一些人 尤其是很容易得罪的是我们的父母 他们在我们身上做了很多好的事 但是可能在家庭里面 有很多有时的冲突 我们的心里面就会生气他们 就会说一些话伤害了他们 或者令到他们觉得 他们不被尊重 不被看重 在他们心中留下一些伤害 我们心中也会对他们一些偏见 歪曲对他们的看法 求耶稣赦免我们的罪 求耶稣洁净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真是醒策畏的内心 我们有得罪人的地方 求耶稣赦免我们 让我们真是说 请你原谅我 我有得罪你的地方 求耶稣赦免我们 求耶稣赦免我们 人真是很容易犯罪 我们多谢主耶稣为我们 留下保护 并且你为我们 因十字架被人拒绝的时候 你依然坚决他 你并没有用愤怒去回应 你并没有去生气的人 而是你说 父耶稣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的 他们不懂得 只要你心里充满着瑤树 充满着爱人 我们多谢赞免 求耶稣洗干净 成为心中一切 这些偏见污蔑 让我们看到 我们都很懂得去伤害人 人家伤害我们 跟着我们又伤害他 求耶稣在这一阵 真是帮助我们 融化我们当中有任何的怨恨 求耶稣帮助我们 在这一阵里向耶稣去求耶稣赦免 卸免我们当中一切的怨恨 而在我们当中 如果你想起有哪个人 你曾经得罪过的 你能不能够有这个胆量 在这一阵里走到那一阵里 你会想起这一阵里 我曾经有恨过你 说过那一阵里受伤的 请你原谅我 如果你能够有这个胆量 你可以这样做 求耶稣帮助我们去化解这一切的怨恨 能够真心地原谅别人 能够也都请别人原谅我们 主要我们多谢赞免你 因为你是爱我们 多谢赞免你 但我们真的看到人很丑薄 在家庭里面很多很多这些顶状的说话 很多这些刺人的说话 求主耶稣你洗淨为一切的尽 用你的补血 四面为一切的尽 结淨为一切的尽 结淨我们的口 结淨我们的心 充满的尽都是祝福 尽都是欣赏 虽然我们看到人不好 但是我们会接纳他们的白天不好 我们会去谣说他们 去爱他们 去关心他们 求主思一年 多谢天父 赞免天父 感谢天父 在一会儿我会为大家祈祷一下 我会用太长的时间 你可以出来 我会为你祝福主 想祝福你 施恩怜悯 赐给你力量去说明人 化解心中一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